进入2021年的这个周末 看似已经尘埃落定的美国大选又闹出了不少幺蛾子 我们知道美国后任总统拜登1月20号即将宣誓就职 而在此之前的1月6号将举行国会投票认证美国2020大选结果 可是就这1月2号周六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个特别的电话中 请求美国南部乔治亚州的选举官员为他找到足够的选票 以推翻他在那里输给当选总统拜登的关键性失利 与此同时美国现任副总统彭斯公开表示 欢迎美国一些参议员挑战拜登胜选结果 那么美国大选结果到底是否会逆转呢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说一下被华盛顿邮报于1月3号周日下午爆出的这份 关于特朗普和美国乔治亚州的电话录音 特朗普对该州最高选举官员 共和党籍的州务卿布拉德·拉芬佩斯格说 所以你看我只想这么做 我只想找到11780张选票 比我们现有的多一张 因为我们赢得了这个州 在长达一小时的通话中 特朗普时而抨击拉芬斯佩格 时而奉承他和他办公室的总法律顾问瑞安·哲曼尼 总统对乔治亚州三次独立计票的准确性提出质疑 这三次计票显示 拜登是自1992年以来首位赢得乔治亚州的民主党总统竞选人 特朗普在推特上说 我昨天和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佩格谈了富尔顿县和乔治亚州的选民欺诈 他不愿意或无法回答诸如私下投票骗局 选票销毁 州外选民 死亡选民等问题 他不知道 几个小时后 拉芬斯佩格回答说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 您说的不正确 真相就会出来 在美国的间接民主形势中 拜登通过赢得乔治亚州的全民选票 从而赢得了乔治亚州的所有16票选举人票 最终取得了选举人团306比232的优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1月6号由副总统麦克彭斯主持 本应该通过投票认证新一届美国总统的国会联席会议 会发生什么 根据消息透露 目前至少由以克鲁兹为首的共和党11位参议员表示 他们将与数目不详的众议院共和党众议员 一道反对确认拜登的选举人票的选票 美国副总统彭斯对上述参议员呼吁表示欢迎 这11名参议员希望推迟10天对大选结果认证 以审计莫须有的大选舞弊的指称 但目前看来并无什么证据 特朗普总统此前一直拒绝承认选举失败 一再指称选举结果有舞弊现象 但又拿不出什么证据来 虽然彭斯本人没有公开赞同特朗普有关选举舞弊的指控 但彭斯的办公厅主任马克肖特周六1月2号说 彭斯与数百万美国人一样担忧 刚刚过去的美国大选中的舞弊和违规行为 肖特表示 副总统欢迎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利用他们的法定权利 提出反对和证据的努力 到目前为止 美国所有50个州都已经认证了大选结果 同时 美国法院也驳回了60起挑战拜登胜选的案子 那特朗普同盟到底希望从中得到什么呢 这11名参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11月的大选存在前所未有的选民舞弊 违反选举法和执法不利 以及其他违规行为的指称 但美国联邦司法部的调查发现 没有证据支持欺诈指控 上述参议员还督促国会指派一个委员会 在有争议州进行10天紧急审核 但实际上 他们知道自己的努力很可能失败 与此同时 一些共和党人也计划在众议院挑战选举结果 有政治人士针对共和党这种飞蛾扑火的行为 做出了解释 他们认为 尽管有关参议员们知道自己的最终努力是徒劳的 并不可能为特朗普翻盘2020大选结果 但这些政客的目的是 希望能讨好特朗普忠实粉丝的支持 也就是说 他们在为自己未来的成功铺路和压宝 尤其是自己想要未来竞选总统 或者是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 避免亲特朗普共和党人的反对 所以 1月6号或许只是虚惊一场 最终 民主党人拜登将会依照民意 顺利成为新一任的美国总统 而至于卸任的特朗普及其拥顿 将会何去何从 我们只能留待历史去评判 最起码 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将会正式泄幕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